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麦克尔 米歇尔 召开整个欧盟会议 他讨论欧盟未来的方向 在他的今天的主要的主题 首日的主题 就是跟中共国之间的关系 这里面因为我们昨天到今天主要是讨论美国 他们两个人的辩论嘛 所以这个主题就放到了 大概今天白天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消息 麦克尔指控中共国残酷对待维族人 麦克尔讲的非常的直截了当 这是非常 这是有点出乎一表 就是麦克尔的摇摆永无共睹 而在麦克尔政府当中 他的外交系统的人员 对中共国是极其强烈 以马斯为代表的 马斯是德国的外长 以外长为代表的一批人 是极其反对的 德国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执政党 是不是多党 是不是多党 还是少数党领袖 没太注意 但是呢 他表现出在德国的体制内部 就是德国政府的内部 在针对中共的问题上是有着分歧的 他是有分歧的 因为在西方政府当中 这些部门官员 他们执行首长的命令 就是执行总理的命令 这是没错了 但同时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度 去表示 去表达他们的某些理念性的东西 理念性的东西是不容改变的 世界观的问题是不容改变的 对不对 那麦克尔逼着男的 逼着所有人说 把男的当成女的 女的当成男的 那他下级官员 你该干嘛干嘛 大妈你糊涂了 你该干嘛干嘛去 那在中国不行 在中国你就随着习近平说 那是在德国他不会的 所以就是我讲述是有这么一个自由度 那麦克尔在处理有关中共国问题上的时候呢 出现了摇摆的问题 那我们跟大家节目中也介绍 所以这一次在此之前 他刚刚就是比较模模糊糊的去表达过 就是关系到跟中共国之间的贸易的问题 结果今天有时差吗 今天他突然在欧盟会议之前 在一个国家的就是德国国家自己的一个场面下 直接抨击习近平残酷对待维族人的做法 这是在习近平完全赞同 针对新疆问题 习近平讲话了 完全赞同习近平 现在的新疆政策 说上千万的新疆人 巧遣新居 习近平自己承认 他把那些人 上千万的这个新疆人 置于这种无家可归之处 置于这种类似集中营的背景 那是习近平自己把这个东西担过来 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那麦克尔在习近平称赞新疆的政策之后 即刻发出 这个前后时间不到一天 发出了强烈的指控 所以看来是有关人权问题 川普这个习近平把麦克尔给激怒了 因为这是他单独讲的 麦克尔今天指控中共国 恶劣和残酷对待少数民族 深刻关切香港镇压异议人士的问题 这是在欧盟高峰会议前一天 在美国国会下院 联邦议院联讲时 他直接讲的 在未来与北京的任何对话 都会提到人权议题和香港和香港问题 德国担忧的香港问题 所以有道理相信 这是习近平的讲话 激怒了麦克尔 习近平对新疆的整体的这种描述 激怒了麦克尔 麦克尔知道没有任何回旋意见 已经不可能了 虽然他没有 我没记得习近平谈到香港问题 他主要是谈到的新疆问题 完全正确的说法 所以如果新疆是这样的话 默克尔也承认那香港问题也就变得很自然 因为他根本逃不出去 所以习近平竭尽全力 把今天的中共带入到完全的一种灭绝之处 那带入到灭绝之处 是让所有那些全世界非中国领土的 中共国权力控制的地区 所有正常人都不得不反思 习近平不是人 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习是了中共不是人 会把所有的人 如果装聋作哑的话 都会给逼疯了 共产党会完全完在习近平手里 这是肯定的 我们必须在对话时 提出我们不同的看法 德国现在是轮值主席 为我们强调深刻关切香港市局发展 一国两制依然有效 但一再遭到破坏 那我们提到哪些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部分权力 遭到恶劣跟残酷的对待 所以这是大家都知道是维族人的问题 那和这个集中营的问题 所以这是默克尔的表达 其实默克尔的表达呢 就是他叫协调专员 本来想跟大家分享英文的媒体 我们偷个腦了 因为他说的概念差不太多了 那这里面关键的概念就是跟习是中共展开新冷战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故事基本是类似的 就是习近平把整个周围的地区完全对立起来 默克尔同党与默克尔共同的政党 贝尔接受法新社采访 大选只剩五周 欧洲必须跟美国并肩面对中共国的巨大挑战 美中之间新的冷战早已经开始 将在本世纪初形成 这是他的说法了 其实现在早已经是冷战了 冷战热战 我觉得这些词有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完全老化了 这里面冷战的概念 在政治学上社会学上叫做意识形态对垒 我以为其实他还是弱化了 应该在生命的角度上认知 是与神同情的人面对魔鬼的挑战 那就像我们通常说的 在希腊 苏格拉底 其实苏格拉底讲述的东西不是哲学 更是与神与信仰类似的东西 等到了他的徒弟 柏拉图 亚里士卓德 他们把他转为哲学 所以这就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就像我刚才说的 面对中共 当人们认为是意识形态和冷战的时候 就相当于是亚里士卓德 跟这个柏拉图的这个概念 面对哲学的概念 那其实中共的生命品质 应该上升到苏格拉底式的概念 就是说他是魔鬼来的 他不是人来 他是魔鬼来的 那苏格拉底所讲述的 可不是人 不仅仅是人类的哲学 他讲述了欧洲哲学的根本 根脉来自于何处 所以正是他落在哲学的角度 那希腊又没有流传下来 完整的就像天主教 东正教 基督教这样的完整的教派 所以被人们解读成 被欧洲人解读成是哲学 而希腊所留下的希腊故事 我个人以为 其实就是风神演义里讲述的故事 西游记跟风神演义 人跟天人跟神兽 其实神兽 通天教主的门下不就是神兽吗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故事 针对默克尔跟川普过去经常有摩擦 贝尔坦言 那德国跟美国的民主党 可能合作比较容易 这是公开的 但我不会天真说 如果拜登胜选一切一事如愿 这是两回事的 有争议的问题 不会一夜消失的 但是呢 无论谁当选 那在西太平洋 横跨西太平洋 欧美的联盟 这是必须的 在中国问题上 欧洲人跟美国人利益相似 甚至是相同的 面对武汉肺炎 中共病毒大流行和世界组织的问题 他说跟美国之间是有冲突的 那他没有细讲 这种冲突是什么 他没有细说 二次大战后数十年合作 自由民主和平繁荣 而中共是专制 剥夺自由人权 数位监控 维吾尔族人 和这个包括香港问题 所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人教会了我们这样对待 中共邪恶的价值观 我们要感谢他们 其实他讲述是这么个道理 这个道理就比较深刻了 这个道理比刚才我们看到的故事 要深刻很多 默克尔明年12月份结束任期 要出新党魁 无论谁出都必须面对中共的问题 所以他说显示德国跟德国人 在这个德国与德国人 在美国问题上 他们共同欢迎的是美国 所以当着我们把这两个问题 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无论默克尔个人想选择什么 习近平会逼着他 习近平会逼迫默克尔 必须反对 习使中共 在生命品质的认识上 无论他利益上多大的需求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